胡道义整理好枪毙人员名单后,亲自去找顾盛言签字,随后又以其他方式调查出朱宜珍曾购买过一台高功率收音机,只要经过改装增强无限接收能力,就可以接到远距离的信号,当作电台来使用。 沉默群趁机询问林南生的意见,但是林南生想到朱宜珍房间里的录音机,或许是用来与共党传递情报的主要方式之一。 未能避免朱宜珍的把柄落在沉默群手里,林南生的回应较为模糊,并在胡道义离开后,直接就从小到赶去朱宜珍家里。 由于行动队的汽车出现爆胎情况,也便可谓林南生拖延一段时间,骑着自行车来到朱府后门,爬墙进朱宜珍的房间,恰巧与朱孝天碰了面面对这个突然到访的年轻人。 朱孝天的态度很是抗拒,他深知此人就是国民党特务,现如今女儿就在特务处收押。 然而林南生此番前来并未多做解释,他只说明了关于录音机的情况,争取在极短时间内拿出藏在录音机里的东西,抢在特务们之前排除那台收音机会对朱宜珍造成的危机。 原本朱孝天掏出手枪阻止他的行为,可看到行动队已来到家楼下,不得不有所顾虑。 林南生真诚表示自己已经爱上朱宜珍,绝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对方的事情。 恰巧此时,搜查朱家的特务们已经进入房子。 无奈之下,朱孝天不得不选择相信林南生,出去拖住特务们,为他争取更多时间。 特务们硬闯朱宜珍的房间,甚至跟胡道一起了冲突,幸好这点时间足够让林南生处理完手里的事情。 朱孝天见收音机恢复原样,林南生也未被发现,这才松了口气。 等到胡道义拿走收音机,林南生从旁边走出来,表示自己已经拆下收音机里的线圈,注意真彻底安全。 沉默群带人去车站接周耀廷,没想到周耀廷竟提前抵达。 王世安得知此事后,气愤沉默群故意隐瞒自己,所以不断在王世安面前打小报告。 周耀廷跟王世安所要王志的档案,了解完前因后果,再次问起朱宜珍的情况。 王世安对沉默群很有意见,他把沉默群所隐瞒的事情都如实告诉周耀廷,这让周耀廷觉得沉默群做事有问题。 对于朱宜珍的问题,王世安也表示沉默群已经不至行动狠涨一段时间,如果朱宜珍是共产党,沉默群现在应该有实证说法。 正因沉默群没有接到人,所以急着去见周耀廷,结果被对方的守卫拦下,要等周耀廷的通传。 时隔多年再度见面,周耀廷对沉默群依然是笑礼葬刀,并且指责他在行动上有所隐瞒,没有半点时正指控邮差以及朱宜珍是共党,反而害死了王志。 沉默群极力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,肯请周耀廷允许他拿到证据,证实朱宜珍的共产党身份。 刚好胡道一把收音机拿回来,沉默群带着周耀廷等人去电讯科,怎料经过检查,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 林南生暗中告知朱宜珍已经解决收音机的问题,提醒他不要承认身份。 朱宜珍听到林南生带给自己的消息,整个人总算放松下来,从容面对沉默群对他的任何质疑,属实令沉默群毫无办法。 因为沉默群无法证明朱宜珍的共产党身份,本该是要释放朱宜珍,可他不想就此放过,刚要以左倾激进分子将对方关到苏州凡省院,奈何周耀廷将王志档案带走时,顺便提醒沉默群应该懂得实时务。 毕竟朱宜珍有背后势力支撑,再加上他所牵扯的人物过多,沉默群直到轻重缓急,也明白周耀廷话里的意思,所以只能在周耀廷回到南京后,吩咐手下释放朱宜珍和裁缝店的张老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